好,当你下好这个Advanced Valid Pack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用构造函数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在这个地方空白处先建一个难图 Actor,选择BP,叫做Fence,栅栏 现在我想通过这个构造函数来创建一个栅栏 看看怎么来做 双击进去,选择Constriction Script 我们现在不把栅栏拖进去 而是使用这个构造函数来拖出来 首先添加一个静态网格体 好,这个时候通常情况下我们是通过这样拖入 对不对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难图来动态添加 怎么来添加呢 添加一个静态网格体 然后再将这个网格体来设置一下 设置 设置静态网格体 再将它设置成我们刚刚下的包里面的Message的栅栏 比如说这一个 把这个N8拖到这里了 设置好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好,点一下编译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个室口里面有一个栅栏 但是我这个地方并没有添加 而是通过这个构造脚本 运行这个脚本来进行的添加 同样的呢 你也可以将我们刚刚使用构造脚本的方式 添加了这个栅栏 将它拖到这个场景中 好 这呢就是通过构造脚本来 但是你会觉得 哎,那它有什么用呢 我干嘛不直接拖入啊 不直接拖入不更加好快一些吗 现在我举个例子啊 假设这个栅栏有一百米长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拖 你一个拖会很浪费时间 或者说我们先不说一百米长 我先说我想要一个这个栅栏堆 堆很多堆在这个地方 那你会说 那不停的拖入栅栏就好了 这样很浪费时间 我们可以通过代码的方式 来进行动态的添加啊 动态添加 好,看一下怎么来实现呢 感谢观看